小微北京时间7月10日消息,2018年温布尔登网球进标赛,展开了女班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。 在下半区,七戒赛会冠军小威廉姆斯,三减六除以六减三除以六减四,逆转意大利选手吉尔尔吉,德国选手格尔格斯,则以三减六除以七减五除以六减一,逆转荷兰选手贝尔滕斯,两人将在半决赛中相遇。 小威廉姆斯在和吉尔尔吉,此前的三次交手中保持全胜,首盘比赛,吉尔尔吉第一个八球局,就是挽救了破八点爆发,随后双方互保,比分来到了三比二吉尔尔吉先发领先。 在第六局中,意大利姑娘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,她首次破掉了小威的八球局后,取得了四比二的领先。 接下来在自己的八球局里,吉尔尔吉在0比40落后时连追三分,随后又先后挽救了两个破八点惊性爆发,取得了五比二的领先。 在有压力的一局里,小威直落四分爆发,不过随后是吉尔尔吉五比三领先的八球胜盘局。 在这一局里,意大利姑娘轻松爆发,一六杠三先下一城,来到第二盘,小威在第四局率先破发得手,取得了三比一的领先。 随后比赛波兰不惊,双方各自爆发后,小威五比三领先来到八球胜盘,结果她一上来九次10-0连拉三个盘点。 尽管吉尔尔吉奋力挽救了两个,但小威还是在第三个成功兑现,以六杠三扳回一盘,来到决胜盘。 小威在第三局直落四分爆发,取得了二比一的领先,随后比赛进行的风平浪静,双方各自爆发,没有再出现一次破发点。 小威连姆斯五比四来到八球胜赛局,结果小威直落四分爆发,以六杠四在下一城,大比分二比一逆着晋级次强。 贝尔滕斯在和格尔格斯此前两次交手中保持全胜,守盘比赛,前六局双方将二无始,谁都没能拿到破发点,比分来到三比三平。 在第七局里,格尔格斯浪费了一个破发点被对手爆发,接下来自己的发球局却没能爆发,贝尔滕斯五比三领先来到发球胜盘局。 在这一局里,荷兰姑娘虽然浪费了一个盘末点,但还是在第二个上成功把握,以六杠三先生夺人。 来到第二盘,格尔格斯在第一个发球局里挽救破发点爆发,随后双方互保,在第四局里格尔格斯首次完成破发,并且连破带爆来到四比一的领先。 在关键的第七局,贝尔滕斯终于完成回破,将笔本追至三比四,随后双方互保,在四比五落后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。 贝尔滕斯挽救了两个盘末点后惊险爆发,比分来到五比五。 不过随后格尔格斯连下两局,一七杠五扳回一盘,来到决胜盘,格尔格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,并且连破带爆取得了四比一的领先。 关键的第六局,格尔格斯再度破发得手,无比领先来到发球上赛局。 结果在这一局里,格尔格斯直落四分轻松倒发,一六杠一再下一城,大笔分二比一V转晋级,生涯首次机身大满贯四,强,A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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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